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五十七回 惠子娟情辞是盲玉 辞姨妈爱语 未吃贫 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她 盲至前边来 原来是王夫人要带她拜真夫人去 宝玉自食欢喜 忙去换衣服 跟了王夫人到那里 见其家中刑警 自与荣民不甚差别 或有一二烧胜者 细问国有一宝玉 真夫人留席 近日方回 宝玉放心 因晚间回家来 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 盯明班大戏 请过真夫人母女 后二日她母女便不作词 回认去了 无话 这日宝玉阴见香云见玉 然后去看黛玉 正值黛玉才歇武教 宝玉不敢惊动 因子娟正在回廊上 手里做真指 便上来问她 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 子娟道 好些了 阿弥陀佛 宁可好了吧 你也念起佛来 真是新闻 所谓病毒乱投衣了 一面说 一面见她穿着 谭莫灵薄棉袄 外面只穿着青断颊背心 宝玉便伸手 向她身上摸了一摸 说道 穿这样单薄 还在风口里坐着 春天风禅 时期又不好 你再病了 越发难了 子娟便说道 从此 咱们只可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一年到二年小的 叫人看着不尊重 打紧的那起混账 行子们背地里说你 你总不留心 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 如何使得 姑娘常常吩咐我们 不叫和你说笑 你进来瞧她 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 说着便起身 挟了针线 进别方去了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 心中呼浇了一盆冷水一般 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 因祝妈正来挖笋修肝 便正正地走出来 一时魂魄失手 心无所知 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 不觉滴下泪来 只呆了五六顿饭功夫 千丝万详 总不知如何是可 偶知雪燕从王夫人房中 取了人身来 从此经过 忽纽相看见桃花树下 石上一人 手托着腮夹出神 不是别人 却是宝玉 雪燕疑惑道 怪冷的 她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 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 敢是她也犯了呆病了 一边想 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宝玉呼见了雪燕便说道 你又做什么来找我 你难道不是女儿 她既房闲 不许你们理我 你又来寻我 躺被人看见 岂不又生口舌 你快家去罢了 雪燕听了 只当是她又受了 黛玉的委屈 只得回至房中 黛玉未行 将人身交于子涓 子涓阴问她 太太做什么呢 雪燕道 也歇宗教 所以等了这半日 姐姐你听笑话 我应等太太的功夫 和玉串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 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叫我 我只当有什么话说 原来她和太太告了假 出去给她兄弟半宿作业 明儿送病去 跟她的小丫头子 小吉下没衣裳 要借我的月白段子耳 我想她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 往脏地方去 恐怕弄脏了 自己的舍不得穿 故此借别人的 借我的弄脏了也是小事 只是我想 她速日有些什么好处 到咱们跟前 所以我说了 我的衣裳 三环 都是姑娘叫紫娟姐姐收着呢 如今先得去告诉她 还得回姑娘呢 姑娘身上又病着 更费了大事 勿了你老出门 不如再转戒吧 你这个小东西倒也巧 你不借给她 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 叫人怨不着你 她这回子就下去了 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 这回子就去的 只怕此时已去了 紫娟点点头 雪艳道 姑娘还没醒呢 是谁给了宝玉气色 坐在那里哭呢 紫娟听了 盲问在哪里 雪艳道 在庆方亭后头 桃花底下呢 紫娟听说 盲放下针线 又嘱咐雪艳 好声听叫 若问我 答应我就来 说着 便出了萧香馆 一进来寻宝玉 走至宝玉跟前 韩笑说道 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 为的是大家好 你就赌气跑了 这封地里来哭 做出病来吓我 宝玉盲笑道 谁赌气了 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 我想你们既这样说 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 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 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 紫娟也便挨她坐着 宝玉笑道 方才对面说话你上走开 这回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 你都忘了 几日前 你们子们两个正说话 赵姨娘一头走了进来 我才听见她不在家 所以我来问你 正是前日 你和她才说了一句燕窝 就歇住了 总没提起 我正想着问你 也没什么要紧 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 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 若只管和她要也太脱实 虽不便和太太要 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 略露了个风声 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 我告诉她的 竟没告诉完了她 如今我听见一日 给你们一两燕窝 这也就完了 原来是你说了 这又多谢你费心 我们正疑惑 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 叫人每一日 送一两燕窝来呢 这就是了 这要天天吃惯了 吃上三二年就好了 在这里吃惯了 明年家去 哪里有这闲钱吃这个 薄玉听了 吃了一惊 盲问 谁 往哪个家去 你妹妹回苏州家去 你又说白话 苏州虽是原籍 你没了姑父姑母 无人照看才救了来的 明年回去找谁 可见是蛇黄 你太看小了人 你们贾家都市大族 人口多的 除了你家 别人只得一父一母 房族中 争个再无人了不成 我们姑娘来时 原是老太太 心疼她年小 虽有叔伯 不如亲父母 故此 接来住几年 大了该出阁时 自然要送还凌家的 终不成 凌家的女儿 在你贾家一事不成 凌家虽贫到没饭吃 也是世代疏患之家 断不肯将她家的人 丢在亲戚家 裸人的耻笑 所以早则明年春天 迟则秋天 这里纵不送去 凌家亦必有人来接的 前日夜里 姑娘和我说了 叫我告诉你 将从前小时完的东西 有她送你的 叫你都打点出来还她 她也将你送她的 打叠了在那里呢 宝玉听了 便如头顶上 响了一个焦雷一般 子涓看她怎样回答 只不作声 忽见晴文找来说 老太太叫你呢 谁知在这里 她这里问姑娘的病症 我告诉了她半日 她只不信 你倒拉她去吧 说着 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文见她呆呆的 一头热汗 满脸紫障 忙拉她的手 一直到怡红院中 席人见了这般 慌起来 只说实气所感 热汗被风扑了 无奈宝玉 发热事由小可 更觉两个眼珠 直直地起来 口角边 今夜流出 皆不知觉 给她个枕头 她便睡下 扶她起来 她便坐着 到了茶来 她便吃茶 众人见她这般 一时忙乱起来 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 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时 李嬷嬷来了 看了半日 问她几句话 也无回答 用手向她卖门摸了摸 嘴唇人中上边 着力掐了两下 掐的指印如许来身 静也不觉疼 静也不觉疼 李嬷嬷只说了一声 可了不得了 压得一声 便搂着放声 大哭起来 急得席人 忙拉她说 你老人家瞧瞧 可怕不怕 且告诉我们 去回老太太太去 你老人家 怎么先哭起来 李嬷嬷垂床 倒枕说 这可不中用啊 我摆糟了一世心了 习人等 以她年老多知 所以请她来看 如今见她 这般一说 都信以为实 也都哭起来 晴文便告诉习人 方才如此这般 习人听了 便忙到萧香馆来 见子娟正服侍 待遇吃药 也顾不得什么 便走上来 问子娟道 你才和我们宝玉 说了些什么 你瞧她去 你回老太太去 我也不管了 说着便坐在椅上 待遇呼见习人 满面急怒 又有泪痕 举止大便 便不免也慌了 忙问怎么了 习人定了一回 哭道 不知子娟姑奶奶 说了些什么话 那个带子 眼也直了 手脚也冷了 话也不说了 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 已死了大半个了 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 那里放声大哭 只怕这回子都死了 带玉一听此言 李嬷嬷乃是经过的老狱 说不中用了 可知必不中用 哇的一声 将腹中之药一概枪出 斗肠搜肺 赤味山杂肯的痛声大嗦了几阵 一时面红发乱 木肿金服 喘得抬不起头来 子娟忙上了锤背 带玉扶枕 喘戏了半嗓 推子娟道 你不用锤 你竟拿绳子 来勒死我 是正经 子娟哭道 我并没说什么 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 她就认真了 席人道 你还不知道她那傻子 每每玩话认了真 你说了什么话 趁早去解说 她只怕就醒过来了 子娟听说忙下了床 同席人到了一红院 谁知家母王夫人等 已都在那里了 家母一见了子娟 便眼内出火 骂道 你这小蹄子 和她说了什么 子娟忙道 并没说什么 不过说几句玩话 谁知宝玉见了子娟 方哀压了一声 哭出来了 众人一见 方都放下心来 家母便拉住子娟 只当她得罪了宝玉 所以拉子娟命她打 谁知宝玉一把拉住子娟 死也不放 说 要去 连我也带了去 众人不解 细问起来 方知子娟说 要回苏州去 一句玩话引出来的 家母流泪道 我当有什么要紧的 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 原来是这句玩话 又向子娟道 你这孩子 素日最是个林立聪明的 你又知道她有个呆根子 平平白的哄她 薛姨妈劝道 宝玉本来新诗 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来的 她姊妹两个一出长了这么大 比别的姊妹更不同 这回子热辣辣辣的说一个去 别说她是个实心的傻孩子 便是冷心肠的大人 也要伤心 这并不是什么大病 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 吃一两剂药就好了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 善大梁家的都来敲根来了 家母道 难为他们想着 叫他们来瞧瞧 宝玉听了一个林字 便满床闹起来说 了不得了 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 快打出去吧 家母听了也忙说 打出去吧 又忙安慰说 那不是林家的人 林家的人都死绝了 没人来接她的 你只放心吧 凭她是谁 除了林妹妹 都不许姓林的 家母道 没姓林的来 烦姓林的 我都打走了 一面吩咐众人 以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员来 你们也别说林子 好孩子们 你们听我这句话吧 众人忙答应 又不敢笑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石井格子上 陈设的一只 金西洋自行船 便指着乱叫说 那 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 弯在那里呢 家母忙命拿下来 习人忙拿下来 宝玉伸手药 习人递过 宝玉便噎在背中笑道 可去不成了 一面说 一面死拉着子涓不放 一时人回 大夫来了 家母忙命快进来 王夫人缺一马宝钗等 赞避礼间 家母便端坐在宝玉身旁 王太医进来 见许多的人 忙上去请了家母的安 拿了宝玉的手 枕了一回 那子涓少不得低了头 王大夫也不解何意 起身说道 世兄这证乃是急痛迷心 古人曾云 谈迷有别 有气血亏柔 饮食不能融化谈迷者 有怒脑重谈果而迷者 有急痛拥塞者 此一谈迷之证 惜急痛所致 不过一时拥病 叫诸谈迷四卿 你只说怕不怕 谁偷你背药书呢 王太医忙躬身笑说 不妨不妨 果真不妨 实在不妨 都在万生身上 既如此 请到外面坐 开药方 若吃好了 我另外预备好谢礼 叫他亲自捧了 送去磕头 若耽误了 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 王太医只躬身笑说 不敢不敢 他原听了说 另句上等谢礼 命宝玉去磕头 故满口说不敢 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 拆太医院之细语 又说不敢 贾母与众人反倒笑了 一时 岸方 接了要来服下 果决 比心安静 无奈宝玉 只不肯放子涓 只说她去了 便是要回苏州去了 贾母王夫人无法 只得命子涓守着她 另将琥珀 去服侍黛玉 带玉不时前雪燕来探消息 这便事物尽知 自己心中暗叹 幸喜众人都知宝玉 原有些呆气 自幼是她二人亲密 如今子涓之细语 亦是长情 宝玉之病亦非罕事 因不移到别事去 晚间宝玉烧安 贾母王夫人等 方回房去 一夜还遣人来问讯几次 黎乃母带领宋嬷嬷等 几个年老人 用心看守 子涓席人情闻等 日夜相伴 有时宝玉睡去 必从梦中惊醒 不是哭了说待遇已去 便是说有人来接 每一经时 必得子涓安慰一番方吧 彼时贾母又命将 驱邪守灵丹 即开窍通神散 各样上方秘制诸药 暗方引福 次日又服了王太一药 见次好起来 宝玉心下明白 殷孔子涓回去 故有时获作洋狂之态 子涓自那日也着实后悔 如今日夜辛苦 并没有愿意 席人等皆心安神定 殷向子涓笑道 都是你闹的 还得你来治 也没见我们这呆子 听了风就是雨 往后怎么好 暂且暗下 因此时 湘云之症已遇 天天过来瞧看 见宝玉明白了 便将他病中狂态 形容了与他瞧 引得宝玉自己扶枕而笑 原来的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 如今听人说还不信 无人时 子涓在侧 宝玉又拉他的手问道 你为什么吓我 子涓道 不过是哄你玩的 你就认真了 你说的那样有情有理 如何是玩话 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 林家石没了人口 纵有也是极远的 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 各省流域不定 纵有人来接 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 变老太太放去 我也不依 果真的你不依 只怕是口里的话 你如今也大了 连亲也定下了 过二三年再娶了亲 你眼里还有谁了 宝玉听了又惊问 谁定了亲 定了谁 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 要定下秦姑娘呢 不然那么疼她 人人只说我傻 你比我更傻 不过是句玩话 她已经许给梅汉林家了 果然定下了她 我还是这个行警了 先是我发誓赌咒 杂志老石子 你都没劝过 说我疯的 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 你又来哦我 一面说 一面咬牙切齿的 她又说道 我只愿这回子 立刻我死了 把心蹦出来 你们瞧见了 然后连皮带骨 一概都化成一股灰 灰还有行迹 不如再化一股烟 烟还可凝聚 人还看得见 须得一阵大乱风 吹得四面八方 都灯石散了 这才好 一面说 一面又滚下泪来 子涓忙上来握她的嘴 替她擦眼泪 又盲笑解释道 你不用着急 这原是我心里着急 故来是你 宝玉听了 更有诧异 问道 你又招什么急 你知道 我并不是林家的人 我也和习人鸳鸯 是一伙的 便把我给了 林姑娘使 偏生她又和我极好 比她苏州带来的 还好十倍 一时一刻 我们两个离不开 我如今心里却愁 她躺活要去了 我必要跟了她去的 我是何家在这里 我若不去 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 若去 又弃了本家 所以我疑惑 故社主这谎话来问你 谁知 你就傻闹起来 原来是你愁这个 所以你是傻子 从此后再别愁了 我只告诉你一句短话 活着咱们一处活着 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 如何 子娟听了心下暗暗筹话 忽有人回 还爷兰歌问候 宝玉道 就说难为他们 我才睡了 不必进来 婆子答应去了 子娟笑道 你也好了 该放我回去 瞧瞧我们那个去了 正是这话 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 拼又忘了 我已经大好了 你就去吧 子娟听说 方打碟铺盖装帘之类 宝玉笑道 我看见你文具里头 有两三面镜子 你把那面小绫花的 给我留下吧 我哥在枕头旁边 睡着好照 明儿出门带着也轻翘 子娟听说 只得与他留下 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 然后别了众人 自回肖祥馆来 林带玉近日闻得宝玉 如此刑警 未免又添些病症 多哭几场 今见子娟来了 问其缘故 已知大玉 仍前琥珀 去服侍家母 夜间人定后 子娟以宽衣 卧下之时 敲向带玉笑道 宝玉的心到时 听见咱们去 就那样起来 黛玉不答 子娟停了半晌 自言自语地说道 一动不如一进 我们这里啊 就算好人家 别的都容易 最难得的是 从小一处长大 脾气情信 都彼此知道的了 黛玉脆道 你这几天还不乏 趁这会子不歇一些 还嚼什么驱 倒不是白嚼驱 我倒是一片真心 为姑娘 替你愁了这几年了 无父母 无兄弟 谁是枝腾着热的人 趁早 老太太还明白 硬朗的时节 做定了大事要紧 苏玉说 老见春寒 秋后热 唐货老太太 一时有个好歹 那时虽也完事 只怕耽误了时光 还不得趁心如意呢 公子王孙虽多 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 今儿朝东 娘朝西 要一个天仙来 也不过三夜五夕 也丢在脖子后头了 甚至于 为妾 为丫头 反目成仇的 若娘家有人有事的 还好些 若是姑娘这样的人 有老太太一日 还好一日 若没了老太太 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所以说 拿主意要紧 姑娘是个明白人 岂不闻俗语说 万两黄金容易得 执心一个也难求 黛玉听了便说道 这丫头 今儿可疯了 怎么去了几日 忽然变了一个人 我明儿 逼回老太太退回去 我不敢要你了 我说的是好话 不过叫你心里留神 并没叫你去为妃作胆 何苦回老太太 叫我吃了亏 又有何好处 说着 静自睡了 黛玉听了这话 口内虽如此说 心内 未尝不伤感 待她睡了 便直气了一夜 这天明 方大了一个盹 此日 勉强灌树了 吃了些燕窝粥 便有贾母等 亲来看事了 又嘱咐了许多话 穆金是薛姨妈的生日 自贾母起 主人皆有祝贺之礼 黛玉一早 被了两色针线送去 时日 也订了一班小戏 请贾母王夫人等 独有宝玉 与黛玉二人 不曾去的 至晚散时 贾母等顺路 又瞧了她二人一遍 方回方去 此日 薛姨妈家 有命薛克 陪猪伙计吃了一天酒 连忙了三四天 方完备 因薛姨妈 看见行秀燕 生得端雅稳重 且家道贫寒 是个拆经群部的女儿 便欲说与薛盘为妻 因薛盘 素席 行指辐射 又恐糟蹋了 人家的女儿 正在躊躇之际 忽想起薛柯 委屈 看她二人 恰是一对 天生地设的夫妻 因谋之于凤姐 凤姐探道 哎 姑妈素知我们太太 有些左性的 这事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时 凤姐便和贾母说 薛姑妈有件事 求老祖宗 只是不好启齿的 贾母忙问何事 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 贾母笑道 这有什么不好启齿啊 这是极好的事 等我和你婆婆说了 怕她不一 因回房来 即刻救命人来 请邢夫人过来 硬坐宝山 邢夫人想了一想 薛家根基不错 且现金大富 薛柯生得又好 且贾母硬坐宝山 将机救济便硬了 贾母十分喜欢 盲命人请了薛姨妈来 二人见了 自然有许多签词 刑夫人即刻命人 去告诉刑中夫妇 她夫妇此来原是 投靠刑夫人的如何不一 遭几口地说妙极 贾母笑道 我最爱管个闲事 今儿又管成了一件事 不知得多少谢没钱 薛姨妈笑道 这是自然的 总抬了十万银子来 只怕不稀罕 但只一件 老太太既是主亲 还得一位才好 别的没有 我们家舍腿烂手的人 还有两个 说着便命人去叫过 游氏婆媳二人来 贾母告诉她缘故 彼此忙都道喜 贾母吩咐道 咱们家的规矩 你是尽知的 从没有两亲家 争理争面的 如今 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 也不可太色 也不可太废 把她两家的事周全了 毁我 游氏盲答应了 薛姨妈喜之不尽 回家来盲命写了情帖 补送过宁府 游氏深知 邢夫人情信 本不欲管 无奈贾母亲主妇 值得应了 唯有存夺 邢夫人之意行事 薛姨妈是个 无可无不可的人 倒还一说 这且不在话下 如今薛姨妈 既定了邢秀烟为席 何宅皆知 邢夫人本欲 接出邢烟去住 贾母音说 这又何妨 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 就是姨太太和她一个大姑 一个小姑 又何妨 况且都是女儿 正好亲乡啊 邢夫人方霸 柯秀二人前次途中 皆曾有一面之欲 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 只是行秀烟未免比仙师 拘泥了些 不好与宝钗姨妹共处闲话 右肩湘芸是个爱娶戏的 更觉不好意思 幸她是个知书达理的 虽有女儿身份 还不是那种杨羞乍溃 一位轻薄造作之辈 宝钗自见她时 见她家业贫寒 二则 别人之父母 皆是年高有德之人 独他父母 偏是酒糟透之人 与女儿分中平常 邢夫人 也不过是脸面之情 亦非真心疼爱 且秀烟 为人哑重 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 连她自己尚未照管齐全 如何能照管到她身上 凡规格中 家常一应虚用之物 或有匮乏 无人照管 她又不与人张口 宝钗到暗中 每一箱体贴接济 也不敢与行夫人知道 一孔多心闲话之故儿 如今却是意外之奇缘 做成这门亲事 秀烟心中 先取重宝钗 然后方取薛克 有时秀烟仍与宝钗闲话 宝钗仍与姊妹相呼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 恰之秀烟也来瞧黛玉 二人在半路相遇 宝钗含笑唤她到跟前 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 宝钗笑问她 这天还冷得很 你怎么到全换了夹的了 秀烟见问 低头不答 宝钗便知道又有了缘故 殷又笑问道 必定是这个月的月浅又没得 凤丫头如今 也这样没心没计了 秀烟道 她倒想着不错日子给 殷姑妈打发人和我说 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 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 要使什么横竖远二姐姐的东西 能这些搭着就使了 姐姐想 二姐姐是个老实人 也不大留心 我使她的东西 她虽不说什么 她那些妈妈 丫头 哪一个是省事的 哪一个是嘴里不尖的 我虽在那屋里 却不敢很使唤她们 过三天五天 我倒得拿出些钱来 给她们打酒 买点心吃才好 因此 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实 如今又去了一两 前儿 我悄悄地把棉衣服 叫人荡了几吊前盘缠 宝钗听了愁眉探道 天眉家 又何家在任上 后年才进来 若是在这里 秦儿过去了 好在商议你这事 离了这里就完了 如今 不先完了她妹妹的事 也断不敢先取亲的 如今 倒是一件难事 再迟两年 又怕你煎熬出病来 等我和妈再商议 有人欺负你 你只管耐些烦 千万别自己煎熬出病来 不如把那一两银子 明儿也月薪给了他们 倒都歇心 你以后 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 怕奸刺 让他们去奸刺 狠听不过了 个人走开 躺货短了什么 你别存那小家女气 只管找我去 并不是做亲后方如此 你一来时 咱们就好的 便怕人闲话 你打发小丫头 悄悄地和我说去就是了 秀燕低头答应了 宝钗又指她裙上一个碧玉佩 问道 这是谁给你的 这是三姐姐给的 宝钗点头笑道 她见人人皆有 独你一个美有 怕人笑话 故此送你一个 这是她 聪明细致之处 但还有一句话 你也要知道 这些装饰 源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 你看我 从头至脚 可有这些富丽贤装 然七八年之先 我也是这样来着 如今一时 比不得一时了 所以我都自己 该省的就省了 将来 你这一到了我们家 这些没用的东西 只怕还有一箱子 咱们如今 比不得他们了 总要一色 从实手分为主 不比他们才是 姐姐就这样说 我回去摘了就是了 你也太听说了 只是她好意送你 你不配着 她岂不宜心 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 以后知道就是了 秀嫣忙又答应 又问 姐姐此时哪里去 我到肖像馆去 你且回去 把那当票交丫头送来 我那里悄悄地取出来 晚上再悄悄地送给你去 早晚好穿 不然风扇了势大 但不知当在哪里了 叫做横书典 是古楼西大街的 这闹在一家去了 伙计们躺活知道了 好说人没过来 衣裳先过来了 秀嫣听说 便知是她家的本钱 也不觉红了脸一笑 二人走开 宝钗就往萧香馆来 正值她母亲也来乔黛玉 正说闲话呢 宝钗笑道 妈多早晚来的 我竟不知道 薛姨妈道 我这几天连日忙 总没来瞧瞧宝玉和她 所以今儿瞧她二个 都也好了 黛玉忙让宝钗做了 殷香宝钗道 天下的事 真是人想不到的 怎么想得到 姨妈和大舅母 又做一门亲家 薛姨妈道 我的儿 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 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千 管姨缘的 有一位月下老人 预先注定 按理只用一根红丝 把这两个人的脚搬住 凭你两家隔着海 隔着国 有世仇的 也终究有机会 做了夫妇 这一件事 都是出人意料之外 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 或是年年在一处的 以为是定了的亲事 若月下老人 不用红线拴的 再不能到一处 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 此刻也不知在眼前 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宝钗道 喂有妈 说动话就拉上我们 一面说 一面扶在她母亲怀里笑说 咱们走吧 黛玉笑道 你瞧 这么大了 离了姨妈 她就是个最老道的 见了姨妈 她就撒娇 薛姨妈用手 磨弄着宝钗 看向黛玉道 你这姐姐啊 就和凤哥 在老太太跟前一样 有了正经事 就和她商量 没了事啊 幸亏她开开我的心 我见了她这样 有多少仇不散的 黛玉听说流泪弹道 她偏在这里这样 分明是弃我没娘的人 故意来刺我的眼 宝钗笑道 妈 瞧她轻狂 到时候我撒娇 薛姨妈道 也怨不得她伤心 可怜没父母 到底没个亲人 又摩梭黛玉笑道 好孩子 别哭 你见我疼你姐姐 你伤心了 你不知我心里啊 更疼你呢 你姐姐 虽没了父亲 到底有我有亲哥哥 这就比你强了 我每每和你姐姐说 心里很疼你 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 你这里人多口杂 说好话的人少 说歹话的人多 不说你无依无靠 为人做人 可配人疼 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 我们也浮上水去了 姨妈既这么说 我明日就任姨妈做娘 姨妈若是弃贤不认 便是假意疼我了 你不厌我啊 就认了才好 认不得的 怎么认不得 我且问你 我哥哥还没定亲事 为什么返江邢妹妹 先说与我兄弟了 是什么道理 她不在家 或是属相生日不对 所以先说与兄弟了 非也 我哥哥已经相准了 只等来家就下定了 也不必提出人来 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 你细想去 说着便和她母亲 挤眼发笑 黛玉听了 便也一头扶在薛姨妈身上 说道 姨妈不打她 我不依 薛姨妈忙也搂她笑道 你别信你姐姐的话 她是玩你呢 宝钗笑道 真个儿的 妈名和老太太 求了她做媳妇 岂不比外头寻得好 黛玉便够上来要抓她 口内笑说 你越发疯了 薛姨妈忙也笑劝 用手分开房吧 银又向宝钗道 连行女儿 我还怕你哥哥糟蹋了她 所以给你兄弟说了 别说啊 这孩子 我也断不肯给她 前儿老太太 硬要把你妹妹 说给宝玉 偏身又有了人家 不然倒是一门好情 前儿我说定了行女儿 老太太还取笑说 我原要说她的人 谁知她的人没到手 倒被她说了 我们的一个去了 虽是玩话 细想来 倒也有些意思 我想 宝钗虽有了人家 我虽没人可给 难道一句话也不说 我想着你宝兄弟 老太太那样疼她 她又生得那样 若要外头说去啊 老太太断不忠意 不如 请把你灵妹妹定于她 岂不四脚俱全 林黛玉先还正正地听 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 便催了宝钗一口 红了脸 拉着宝钗笑道 呸 我只打你 你为什么招出姨妈 这些老媒正经的话来 这可奇了 妈说你 为什么打我 子涓忙也跑来笑道 姨太太既有这主意 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 薛姨妈哈哈笑道 你这孩子急什么 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 你也要早些 选一个小女士去了 子涓听了也红了脸 笑道 姨太太 真个以老卖老的起来 说着便转身去了 黛玉先骂 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 后来见了这样 也笑起来说 阿弥陀佛 该该该 也扫了一鼻子灰去了 薛姨妈母女 及屋内婆子丫鬟都笑起来 婆子们音音也笑道 姨太太虽是玩话 却倒也不差呢 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 姨太太竟做美宝辰这门轻事 是千妥万妥的 薛姨妈道 我一出这主意 老太太必喜欢的 一语未了 忽见湘云走来 手里拿着一张当票 口内笑道 这是什么账片子 戴玉瞧了 也不认得 地下婆子们都笑道 这可是一件奇货 这个乖可不是白叫人的 宝钗忙一把接了 看时就是绣烟才说的当票 忙折了起来 薛姨妈忙说 那必定是哪个妈妈的 当票子失落了 回来急得他们找 哪里得的 湘云道 什么是当票子 众人都笑道 珍珍是个呆子 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 薛姨妈叹道 哎 怨不得她 珍珍是鸿门千金 而且又小 哪里知道这个 哪里去有这个 便是家下人有这个 她如何得见 别笑她是呆子 若给你们家的小姐们看了 也都成了呆子 众婆子笑道 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 别说姑娘们 此刻宝玉她倒是外头 常走出去的 只怕也还没见过呢 薛姨妈忙将缘故讲明 湘云待遇二人 听了方笑道 原来为此 人也太会向前了 哎 姨妈将的当铺 也有这个不成 众人笑道 这又呆了 天下老瓜一般黑 其有两样的 薛姨妈音又问 是哪里捡的 湘云方语说时 宝钗忙说 是一张死了没用的 不知哪年勾了账的 萧玲拿着 哄他们玩的 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 也就不问了 一时人来回 那府里 大奶奶过来 请姨太太说话呢 薛姨妈起身去了 这里屋内无人时 宝钗方问湘云 何处时的 湘云笑道 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转儿 悄悄地地与婴儿 婴儿便随手 夹在书里 只当我没看见 我等他们出去了 我偷着看 静不认的 知道你们都在这里 所以拿来大家认认 戴玉芒问 怎么 她也当衣裳不成 既当了 怎么又给你去 宝钗见问 不好隐瞒她两个 虽将方才之事 都告诉了她二人 戴玉便说 吐死湖杯 勿伤其累 不免感叹起来 史湘云便动了气说 等我问这爱姐姐去 我骂那其老婆子丫头一顿 给你们出气何如 说着便要走 宝钗忙一把拉住 笑道 你又发疯了 还不给我坐着呢 戴玉笑道 你要是个男人 出去打一个抱不平 你又冲什么轻科孽症 真真好笑 湘云道 既不叫我问她去 明儿也把她接到咱们院里 一处出去 岂不好 宝钗笑道 明日再商量 说着人报 三姑娘四姑娘来了 三人听了 盲眼了口 不提此事 要知端地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